灯塔究竟有多大 官网主页没有给出答案 白寇居然也没有这个词条 我很好奇 实际上要就算灯塔的大小 可以从表面的矩形面板入手 这一块块面板有多大 就需要一个标准的准确的参考系 按照以前的思路是寻找人物的身高 但官网并没有给出任何身高数据 于是 抱着探索和求知的精神 我去给一华开天发了私信 最后的结论是染病身高165厘米 巧了 还也一样 有了染病的身高 利用人物电脑的例会 可以算出头高为23.92厘米 在染病带着9033天角有时 可算出飞行翼完全展开后 左侧翼长为5.65米 飞行翼出故障后落到灯塔表面的时候 慢动作可以看出飞行翼始终在一列面板上滑行 由此可以确定飞机的远近位置 当飞行翼转到正面角度时 由左侧机翼可以算出飞机脚下的面板长度为2.38米 注意这只是一个格子的长度 一块面板纵向膝格 因此一块面板的长度为16.66米 在灯塔的正式图中可以数出表面面板共有16圈 部分的里面为圆形 沿着中心轴线切开后 我们发现两侧曲线与里面直径在同一平面上 后面曲线由16块面板长度构成 等长度为266.56米 有比你可以算出直径为638.93米 这也就是整个灯塔的宽度 算到这里我突然发现了盲点 竟然都和官方联系上了 为什么不直接问直径呢 啊 于是我又打开了事情 最后问到的参考数据是608米 这就是玲珑世界中 人类最后的家园的最大直径 你们猜对了吗 当然并非到灯塔上控时 整个空中农场清晰可见 农场有4条直线均匀划分为8个区域 标记出2号直线对应的面板位置 可以数出第一圈半圈的数量为41 等圈面板为82个 灯塔的侧面视角可以标记每一圈的数量和位置关系 排除误差影响 可以发现第10块与上一圈错为半块的宽度 第21块与上一圈错为整块的宽度 由此规律列出16圈每一圈的面板数量 总数量为1979块 这也是个惊人的发现 灯塔最上面部分的表面面板数量达到2000块左右 当然也包括长年风吹雨打掉落的状况 这个作画也太细节了吧 还考虑到了可能有自然脱落的情况 如果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肯定就会有观众说 阿宋川你怎么越来越短了呀 于是我又将目光移到了其他数据上 阮兵在和马克队长前面双排时 可以根据头高算出大嘴长为46.67厘米 小嘴长为59.21厘米 全嘴长居然超过了1米 垂引预定 正面可以算出胸围宽25.65厘米 下胸围宽为21厘米 同理可以算出侧面数据 建立我原创的腐式横切变模型 标注所取材到的全部数据 胸围等于下胸围宽度A 加上二倍虎长 加上二分之一圆周 再加上距离C 可以算出胸围为84.74厘米 下胸围为74.34厘米 他胸围为10.40厘米 对应尺码为75A 英式尺码为34A 再根据正侧面算出腰围 这就是染冰的全部身材数据 有了这个多套衣服是没问题了 按照同样的流程 可以算出安妮卡为60C或28C 这就是念慌泽小队的可爱担当吗 爱了爱了 其实我们还可以看看马克队长的身材数据 通过染冰可以算出队长身高为191.13厘米 巧了 全腿长103.88厘米 啊可以哭了 队长和老师对面中可以算出马克正面胸围宽为37.65厘米 特面胸围宽34.66厘米 居然是一个长宽相当接近的圆角矩形 算出来队长胸围为135.40厘米 这就是灯塔最强男人的身材吗 马克队长 不愧是你 今天我们用滑翔机一场算出了灯塔直径 用砖块排布方式算出了面穿总数 用身材模型算出了染冰马克爱妮卡的身材数据 可我为什么不随 可我为什么不做武器视频呢 这大概就是因为爱吧 喜欢做不动 喜欢你们点了三年又点了关注的小手 喜欢你们说下次还要三年 我是最上线下三 我们下次再见